嗨 各位網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斯 希望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就追蹤我的IH FB Twitch BDB還有Disco 今天要介紹五位陰靈的解鎖神兵 並新增了四個視頻 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次新增的第一位 封鈴聲 他的神兵技能是 氫氣素星 使用主動絕學之後呢 60%到100%的機率 對三格內的其他友方施加氫氣的狀態 那氫氣的狀態是受到治療效果提高15% 最高疊加兩成 受到絕學治療死 額外缺散一個有害狀態 除了治療效果再來就是 缺散的 多缺散了一次 第一次 受到治療效果 可是第一次不會有 第一次 對 應該是這樣 就是 比如說 氣域之處 補完之後呢 然後會對其他三格內有的方式加氫氣狀態 那有了之後呢 有了之後 再被受到治療才會去上一個有害狀態 那 只要 這個 隊友已經有親戚的buff之後 假設鬼雲1在幫忙補的話 是可以 看起來也是可以把 呃 區域上debuff了 也是說 也是說不會限定風靈神就對了 好 就是多加一個 區域上debuff的效果 嗯 嗯 可是他 算是這樣啦 但我還是不會優先 先 先念風靈神的神兵技能 因為神兵技能是一個 那個坑實在太大了 所以他主動 就是 配置好你要先優先生的神兵技能的英靈 那風靈神這個技能就是 不好也不壞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是尚可 好 在黃斧生 行動結束的 行動結束的時候 本回合造成過物理傷害 或者魔心 那 否則會獲得什麼 孤 孤異狀態 持續一回合 魔心智 下次主動攻擊提高7到速怕法術傷害 然後與攜帶失魔狀態的目標 對戰的時候效果加倍 不可驅散 也就是7變14 OK 下次主動攻擊提高7到15%物理傷害 然後 若攜帶食慾狀態的目標對戰時效果加倍 不可驅散 可是這個就一回合嘛對不對 OK 看起來可以啦 然後這邊策劃說什麼 嗯 風景長遠在五雷 holding 絕學 干擾功能呢 然後加了 霧法雙修的戰鬥特色 同樣的情況下大家增加 可是你看喔 行動結束時 本回合造成過物理傷害 或者魔心嘛 然後魔心是法術傷害 OK 相反的 那沒錯 嗯 嗯 好像變得比較好一點點對不對 可是就持續一回合啦 但是 要幫忙上 幫敵德上那個食慕的食慾 那加攻擊力 看起來是很可觀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大師兄秦圍剛齁 青燈 這個是什麼 這個這樣怎麼唸 看起來是吸血 青燈吸血 發動血力攻擊後 展開零雙領域齁 持續兩回合 如果已經展開零雙領域則轉化為 吸血領域 零雙是 三個內有方提高 6到18的氣血外 前屬性 喔 喔 那這樣子我可能會練喔 吸血 三個內有方提高 7到15%氣血外的前屬性 而且免疫物攻 降低 法攻降低 物防降低 法防降低的狀態 哇靠 那還不錯耶 那還不錯耶 哇 哇 是不是可以練一下 感覺可以練耶 7到15%的氣血 氣血外的全屬性很 我覺得蠻多的耶 蠻多的 好長一封齁 長一封應該不用練了吧 暴擊傷害提高6到18 主動攻擊後 60到100% 接著暴受中 呃 受到暴擊的目標 施加嚴佐狀態 OK 我覺得還好 可以不用練 好 周重喔 古劍剛降降降是給周重拿 那主動攻擊 攜帶有害狀態的目標的時候呢 對戰中物攻 可以提高2到10% 對戰後 施加 這什麼 好 施加 專心狀態 那這個專心是 遭受施加者攻擊時 受到暴擊傷加10% 且戰後 獲得一個隨機有害狀態 嗯 好像也還好 這是 也是髒水流啦 但就是 就是 對 就是就是那樣 我覺得還好 他遭受施加者 而且這個專心 只能周重去 觸發 嗯 我反而覺得 如果是這五隻齁 我覺得輕微剛很適合練 輕微剛真的是一個 全屬性 除了氣血全屬性 這包括攻擊加得到 我覺得很適合練 你看打暗鈴脈 如果放輕微剛 如果觸發吸血的狀態 你那些什麼降低 完全不用管 管敵人 就是在做一些 打boss或打一些關卡 我覺得蠻好用的 你看 因為這個是加全屬性 他不是加攻擊力的buff 所以不會衝突 然後這時候再上什麼 那個 慕容貞的那個 那個 號令 號令那一招 增加攻擊力 我覺得很不錯耶 我是 我會練輕微剛的 如果是我會練 然後在視頻的部分 飛拳名譽 物攻5%氣血5% 造作攻擊 對戰後對目標造成一次固傷 OK 感覺是可以彈用的 對可以彈用的 旋缺腰帶 法防氣血5% 行動結束時 自稱氣血低於50% 則會上出5%氣血 並去上一個有害狀態 可以再間隔一回合出發 欸還不錯 看 OK 這下面有推薦 就是兵里 草沁 里幽等等 喔 這四個視頻是不是 四個 再來是障海戒 喔 全屬性5% 與無科治 關心的目標對戰中 額外提高15% 哇靠 喔 這個PVP必用了吧 OK 好 再來是 新天流禮 物防 物防氣血加5% 遭受範圍傷害 降低20% 還不錯欸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的 戰海戒 然後旋缺腰帶 我覺得也蠻適合的 嗯 我想一下 像坦也蠻適合的吧 我覺得坦也是可以裝這個的 對啊 坦應該也是可以裝 幫忙回復氣血 可以繼續坦 就看怎麼用啦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新增的視頻的部分 還有這個神兵的技能 五位 五位嗎 五位 對五位 我覺得黃虎聖也不錯 黃虎聖也不錯 但是他這個效果就是一回合啦 那這個青衛鋼呢 其實剛剛是持續兩回合喔 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還不錯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神兵技能的介紹 跟 新的視頻的部分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比利比 還有幾次光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新年快樂 掰掰